对于明星 有的出道后变火到现在 有的时常在影视剧中看到他们的身影 却一直不温不火 但是却不断被演艺事业打拼 而对于电视剧也很难说 有的优质剧评分高却收拾不如意 有的评分低被观众吐槽却越来越火 到最后当然是剧好人好 大家才能好 看到如今的影视环境 老学姐突然想起一句话 少年不知丑滋味 以及到后来的剧的天良好恶求 小编今天要说 的是出道便是天后级的歌手 40岁依旧美到现在却尾嫁 连当前热播剧女主李一同也无话可说 还记得03年一部台剧曾火 到内地的海魂恋人吗 该剧被称为台湾偶像剧的经典之作 时隔15年甚至怀念 这部剧由张少涵 曲绍阳 霍建华 林文君 徐杰儿等主 这部剧狗血纯度高的偶像剧老学姐 回味了多次 当然男主霍建华 曲绍阳 都是当时美籍一时帅哥 很容易让人一眼就记住的人物 女主也是清纯可爱 其中当时张少涵美到过了 但是徐杰儿更是让小编记住她了 今天要说的人物是徐杰儿 如今你可能对她没影响 说实话 老学姐也是对她没影响了 毕竟当初在海魂恋人 中扮演的沈曼青很火 徐杰儿在其中扮演的沈曼青 是一位电视台天后机女歌手 对霍建华饰演的钟晓钢琴有独钟 说实话 当初本来就看霍建华和徐杰儿有CP感 但是后来 由于张少涵试演的一天边出演 两人的感情出现到最后霍建华还是跟沈曼青在一起了 时隔多年 想不到让老学姐在最近一部热播的古装武侠剧中看到徐杰儿 这部武侠的画质贼好 评分在暑期大中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了 但是她的同名小说 却难得登大雅之堂 这部剧便是魅者无奖 想不到编剧能把小说改到能过神 并且故事路线还顺 最主要的是该剧虽是网播剧 但是画质以及道具和故事情节都让人为之惊讶 这部剧有李亦同 屈楚霄 王朵 李子峰 波雪芙 徐杰儿等主 讲述女主晚妹和长安都是为了生活的杀手 于是发生一些劣全毛争斗 以及两人互相扶持 最后相恋的故事 其中女主是李亦同 男主屈楚霄 但是小编却被鬼化成城主 插罗金燕到了 一开始追着布剧的时候 还没认出是当年海团店人的沈曼青 一位徐杰儿不演戏了 想不到查看下演员表 发现是徐杰儿无疑 只是装扮浓烈了些 不过演技确实不错 一身红袍 看似高贵 却卖萌 like女王处处到位 还时不时和邢堂煮撒糖 明明是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却处处被打脸 如今徐杰儿已经40岁了 身材和样貌依旧保持得很好 演都市演情剧干练 演这部古装武侠剧 把反派演的妩媚淘喜 各种表情高贫富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这个角色韵味 感觉女主里一同 都没有女配徐杰儿这么有光环 作为一位大boss 出场都能就把观众的目光吸引到了 不得不说震慑力大 徐杰儿出道16年 从《海豚恋人火》了之后 虽然出演不少辩试剧 但是依旧没有火起来 直到如今这部《魅者无疆》 让徐杰儿再次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所以好的剧本还需要好的演员和演技 当然作品活起来 演员人气才会高 可惜的是 如今每到现在的她还未嫁